衣中附近有一个公交车站 沈南在站台等车的时候 旁边还有两个装扮成熟的女生 看年纪估计和沈南差不多 却装成大人的样子 其中一个还化了烟熏妆 沈南瞥了一眼就没管他们了 在他看来这两个也就是 不好好学习正处于叛逆期的小女生 没准而还意想自己是黑帮老大的女人呢 两个女生却一边瞅她 一边嘀嘀咕咕 隔得有点远 女生还压低了声音 沈南听不真切 公交车一来她就上去了 她家在一个普通小区里 和邵北家是对门的邻居 两家人关系很好 好到沈南邵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在婴儿车里打架 午后小区里人不多 沈南没有过多思考 脚就轻车熟路地走向了13栋楼 那是留在身体里的记忆 电梯直直地朝7楼奔去 7楼一左一右两间房 左边是邵北家 右边是她家 临到门前了 沈南发现自己居然有点紧张 手心都还出汗了 她暗自骂了一句 破弃自己的没出息 机器人似的一步一步走到门口 暗绿色的防盗门隔在眼前 沈南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手正要按门铃 忽然听到了里面的争吵声 你不懂 这事儿我必须得去 没商量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想过南南 你还要这个家吗 沈南愣住了 那是她父母的声音 十年不曾听闻 在想起的刹那 犹如摁下了控制她泪线的按钮 在沈南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就已经泪流满面 沈南手忙脚乱 胡乱抹了一把脸 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父亲长年抽烟 威亚的嗓音低沉沉的 哎 你别哭 哭什么哭 母亲坚立的咆哮 我能不哭吗 我男人要去找死 想让我当寡妇 我哭哭还不行啊 沈南听到找死两个字 呼吸都凝住了 脑海里思绪纷飞 这年的三月 她是高二下半学期 而在这个暑假 她爸爸会和少北的爸爸 出一趟远门 回城中出车祸 少北的父亲 护了她爸爸一下 于是少父当场死亡 她爸在鬼门关待了两个月 才回来 而那两个月里 少母崩溃变成了疯子 她和少北成了仇人 行了 别哭了 父亲突然温柔起来 惊醒了沉浸在回忆里 出了一身冷汗的沈南 这事还没定下来 我会和少子商量的 你们就别掺和了 也别告诉毕红 这事是什么事 少子是少北的爸爸 为什么要和他商量 毕红是少北妈妈的名字 为什么自己的母亲能知道 洛姨却要被瞒着 上一世她没有听到这场对话 所以不知道这里面 还有这些内情和疑点 沈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她要阻止这场悲剧 一定 她正思索着 面前的防盗门忽然被打开了 门里沈母被吓了一跳 看到儿子皱着眉 一脸严肃认真地流着泪 也没管为什么 明明该在学校的儿子 会出现在自家门口 脱口而出 南南 你怎么哭了 怎么了 沈母其实是个女汉子 骂人撒泼 护实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十多岁的女人 再怎么保养 也不免有了皱纹眼带 皮肤也不如年轻式紧绷了 再过几年几十年 她会更加苍老 头发会白 眼睛会慢慢看不见 行动也会不变 可是在沈南的记忆里 母亲永远都是现在这父母样 因为她 没来得及活到以后 沈南看着她 眼泪汹涌而出 沈母慌得不行 发现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 当即横眉冷树 怎么救你一个人 少辈呢 沈南 沈南泪眼朦胧 沈母心疼地给她擦眼泪 是不是少辈欺负你了 嘿这小子 仗着你喜欢她就不珍惜你了 敢把你一个人丢这 还让你掉眼泪 看我怎么收拾她 沈南被那句 你喜欢她 惊得眼泪都撤回去了 沈南不得不哽咽着重申 我不喜欢她 沈母只当她耍小孩子脾气 揉了揉她的头发 行了 小两口吵架是正常的 妈懂 沈南 懂个鬼啊 这厢阴差阳错的母子情深 还没表演完 沈父就沉着脸走过来 你别误会北北 北北多好一孩子 准是这小子惹她生气 沈南 沈父向来坚信 棍棒底下出孝子 沈南从小被沈父打到大 初中以后 虽然沈父就没打过她 但是她对父亲的距离显然多余爱 而且她爸 还是个无脑哨笔吹 沈父瞪着她 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这时候不在学校跑回来干嘛 我跟你妈也没接到你们老师的消息 你小子是不是逃学出来的 沈南 她忘了一中的变态规定 学生在校期间 需要正当理由请假才能离校 请假条会当时附赠家长电子版短信一份 果然翻墙逃学一时爽 事后悔断肠 可能是沈南的眼泪激发了沈母 自孩子长大不听话后 就淡了点的母爱 硬是没让沈父揍人 沈南一副乖乖听讯的模样 坐在沙发上 正对着父母 如果把场景模拟成警察局的审讯室 那沈南大概就是最配合的嫌疑人了 沈南把植树节和同学打架 一五一时说了 沈父的表情大概是 你这么能耐 你怎么上天啊 沈母听闻儿子受伤了 也不想跟着沈父教训人 别问痛不痛 顺便还把刚才沈南变身哭包的事 给云了个理由 一定是被打惨了 一番慰问后 沈母语重心长 就算这样 你也不能逃学啊 走吧 我送你回学校 给同学和老师道个歉 沈南默默硬了 沈母开车送她回学校的路上 沈南试探着问 我和少北 沈母用余光看了她一眼 沈南映着头皮问 您怎么会同意 我跟少北在一起啊 沈母莫名其妙 你自己跑来跟我和你爸出柜 依附你们不同意 我也不管得绝样 你爸当场就抄起扫帚打你 我拦都拦不住 你也不松口 然后是碧红两口子 领着北北过来 北北一看你被打 那表情 跟你被打死了一样 马上就把你抱住了 你也知道你爸比较欣赏北北 下不了手了 不就得坐下来谈谈吗 沈南 沈南摊在座位上 您放心 这辈子都不会的 回到学校以后 沈南被沈母拎着去 班主任的办公室乖乖认错 又跟被叫来的都于道歉 在老师家长面前上演了一番话 干戈为玉博的同学情深 最后还拥抱了一下 拥抱的时候 两人不约而同拍对方的背 啪啪地带着想拍死对方的冲动 下午的课已经开始了 沈南逃学的事 在打架面前也被一笔带过 班主任亲自带着他去教室 要不然沈南还得想办法 弄到自己教室的位置 路上耳提灭命 沈南全程愣愣 高二分科后 文理班分别安排在 两栋独立的楼里 只有最顶层连着通道 方便老师串课 学校还给这俩楼起了个名字 一个叫文革 一个叫礼院 风雅通俗 完美地把阳春白雪 和夏里巴人结合在一起 沈南所在的文艺班 是尖子班 沈南和邵北都是学霸 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就指望着两人 考个清华北大什么的光耀门眉 可惜最后能拿出来炫耀的 只有邵北 沈南被班主任送去教室 正在上的课是历史 历史老师是个精神觉硕的 秃顶老头 看起来六七十 七十才五十多 脾气很好 讲课风趣 沈南很喜欢他 老头也不问他怎么迟到 直接让人进去了 沈南站在门口 群寻了一圈 下面同学的脸 都还带着稚嫩和青涩 他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容 是后来跟着他 混得过命的兄弟 有的死了 有的在最后被他赶走 剩下的他就不知道结局了 他也不敢想 邵北会怎么对他们 而此刻 这些还鲜活青春的面孔 全都盯着他 沈南捶在身侧紧握的 拳头松开 他眨眨眼 逼退了眼里的失忆 冲他们肆意一笑 嚣张又不羁 好兄弟们立刻 给他吹口哨配音 沈南在这样的BGM里 走到了班里 唯一一个空位上坐下 刚坐好 他就发现 他放在课桌里的手机 闪了闪 是邵北的信息 妈的他给邵北的备注 竟然是老公 公你妹啊 老公 南南 我想了想 晚自习下课后 我去找你 我们谈谈 沈南表情扭曲又凶狠 他先把备注取消了 邵北的昵称就一个北字 简单明亮 他回复 不劳您大驾了 我不想跟你谈 没啥好说的 我们分手 好聚好散 另一边 收到回信的邵北 忽然僵住了 他盯着沈南的信息 目光锁死在分手两个字上 几乎要不认识了 好聪明